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断地增强 近中心最大风速已经每秒55公尺 和墙台燕子相当 但是气象局提醒 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它还会再增强 而依照目前路径 最快星期五清晨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也不排除当天下半天会发布路径 卫星云图上 台风也明显结构扎实 山主台风持续变胖变大 它目前中心的风速 已经来到每秒是55公尺 它的暴风半径也略微的扩大 所以稍微长胖一点 现在暴风半径 来到280公里左右 它未来还是朝着 比较偏西的路径 往旅宋岛这边接近 预计在礼拜六的时候 会是最接近 我们台湾地区的时候 山主来势汹汹 目前气象局预估 最快周五清晨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一旦路径偏北不排除下半天 也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看看各国对山主的路径预测 几乎一致 台风中心会从巴士海峡通过 这几天就要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变化 复高的它的强度还是 看起来是相当的稳定 所以它的路径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会稍微沿着复高的边缘走的话 会稍微有点往北的方向来行进 就是路径会稍微往西北西的方向走 气象局提醒 强台山竹在周五晚间 就会影响台湾天气 包括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雨势会越来越大 周六一整天是山竹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包括台南南侧引南的地区 雨势明显 如果路径偏北 影响台湾程度更大 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都会降雨 随着山竹越来越靠近 提醒民众尽快做好防台准备 带来巡航经理健宽台北报道 台风是否清洗台湾还要观察 但是为了避免可能的灾情 高雄市府相关单位 对于市内五千处道路坑洞破损加强修补 另外水利局巡视之后也发现 老旧相寒有崩塌的疑虑 今天动工加强更新 原源不绝的水夹带沙子不断冒出 300平空间湿搭搭 只要抽水马达一停止 水位立即上升 823豪大雨后 住户825发现积水不退 期间更换的马达 最近连续抽了6天 水位持续维持20几公分 就怕地底下被掏空 其实多户很担忧 寻求解决办法 而另一头要关心地底安不安全 水利单位也积极做检查 透过管线引向检视车 寒管壁渗除了水珠 这代表可能有错位造成断裂 如果大雨积水恐怕有危险 豪雨过后除了道路破损的问题之外 其实还有老旧伤寒的问题 现在在高雄市有15处 正在加紧赶工修补 但是这几天又发现 因为它可能下面有一些掏空 然后它反映到上面 是稍微有一些凹陷 或是一堆小的坑洞 所以等于说陆续是在发生的 但是这个量已经越来越少 豪雨后高雄大小坑洞超过5000处 除了薄油破损外 和地底管线相关联的 大约有400多个 其中有15个是在9月4日后 疑似老旧乡寒损害造成 要维护民众安全 全面检测加强修补 才能避免可能灾害 大约新闻朱龙小红树高雄报导 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 中华路154项附近 之前因为有房屋塌陷 补强之后呢 却阻塞了老旧湘寒 台南市政府也是紧急赶工 打通湘寒 就怕山竹台风来袭再度酿灾 而另外容易淹水地区的驱工所 也准备沙包供民众取用 山竹台风可能会来民众愁眉苦练 沙包堆在门口被占 这里因为附近的排水箱寒阻塞 上星期脸颜两次 记者右手边现在机具开挖的地方 就是当初塌陷的地方 当时因为要兼顾这两栋房屋的安全 水力局紧急将这里塌陷的地方灌江 没有想到就把前方的湘寒堵住了 堵住的湘寒让中华路的水泉往154项聚集 8号晚间原本开洞要打通 却发现湘寒老旧施工有危险紧急改变方式 盖板上打好之后我们就会下去挖 就会把这个土壤挖起来 把湘寒找出来之后 我们会把湘寒把它开挖起来 大概是希望在两三天以内 在台风来之前 然后把这个工作把它完成 工户局日夜赶工 只要能赶在台风之前 将堵住的湘寒挖除 水就可以顺利排出 当然也有备案 现在备有7台的一个0.3CMS的 抽水量的一个抽水机 移动室的抽水机 这个一台每秒钟可以抽0.3吨 那7台的话就2.1吨 你是要领用几包 其他医院地区也不敢掉以轻心 人的区工所备足沙包 民众赶紧来领 两个礼拜之前有了经验的 先预防 三爷工期 然后还有就是岗尾过期 就是很容易淹水 就附近的地方很容易淹水 准备多一点沙包给民众用 淹怕了大家严正以待 戒胜前程 做好准备 祈求别再酿灾 大爱新闻 外温的外温环流非常地擦实 云系也都是这样的厚实的 郑先生注意气象报道 因为山竹台风可能清洗的时间 恰巧是他固定做环保的周六 20年前气暴意外造成全身50%烧伤 熬过那场灾难 郑先生更珍惜时间行善 独居长者一向是慈祭重要的关怀对象 75岁何先生一个人住在出租亚房里 连电视都没有 和外界联系管道 仅仅这台收音机 慈祭志工定期慰问 提前送来中秋里叮咛天气变化 暖心祝福让长辈们知道 虽然独居但有志工关怀 老人家并不孤单 大爱新闻的亚平廖学信台中报道 国际讯息方面 回顾2001年9月11号 有两架飞机撞向了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厦 一架撞向了五角大厦 911事件17周年这一天 美国纽约即行悼念 悼念仪式庄严肃目 每年这一天 离难者家属齐聚 一起缅怀最爱的亲人 17年前恐怖攻击 造成2700多人死亡或者失踪 到目前为止 还有1111人的骨骸 还没有鉴定完成 另外当时飞机撞向大楼之后 整栋大楼闷烧 释放出大量的有毒气体 17年来造成至少420人 死于911造成的癌症 根据联合国统计 世界上营养不良的人口数 已经连续三年增加 科学家说 造成贫穷和大量人口营养不良 主要和气候变迁息息相关 古兽如柴的孩子 饿到哭不出来 在战乱的夜门随处可见 根据联合国统计 全世界长期处于饥饿的人口 连续三年成长 白亿多人相当于全世界 每9个人就有一个人挨饿 每5秒钟就有一个孩童 活活饿死 研究报告指出 气候变迁难辞其咎 近年来极端气候造成 严重干旱和水患频传 导致粮食短缺 进一步酿成冲突 人民陷入贫穷 形成恶性人环 联合国还发现 挨饿的人口增加的同时 肥胖的孩童数量 也呈现上升趋势 另外在北美地区 还出现一种现象 孩子明明过重 却营养不良 主要是因为弱势家庭 无法负担比较健康的食物 孩童饮食呈现高热量 低营养陷入虚胖 大爱新闻黄敬廷编译 如何解决大量垃圾 是每一个国家 急需解决的环保课题 现在澳洲政府想出了一个 一举两得的方法 就是把垃圾变成提供动力的人料 大型怪手将大堆垃圾 装进卡车运送到工厂 到建机器中打碎 从这一刻起垃圾变黄金 澳洲资源公司与政府合作 在雪梨设立全澳洲最大的垃圾处理厂 每年可处理25万吨 相当于5万台卡车载量的垃圾 工作人员将垃圾中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物质挑出来 每年澳洲估计有6400万吨的废弃物 但是只回收50% 使用垃圾做成的燃料 水泥生产过程 每年就能减少10万吨的用煤量 相当于2万台车子排放量 同时也可以减少垃圾掩埋量 大海新闻 郑宇轩编译 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巴珠巴霞 日前也因为下了一场好雨 让永章小学淹水成灾 四季志工排除万难 当天大雨过后就赶往协助清扫教室 希望让学童尽快恢复上课 连续几个小时的滂沱大雨 巴珠巴霞部分地区淹大水 逢雨避淹的永章小学也一片汪洋 湍洁的水流连缸门都冲倒了 还好当天没上课 否则不堪设想 校长担心影响上课 清理校园刻不容缓 第一个想到的救兵 就是五年前曾来溢住 水灾后清理的慈激之工 虽然交通瘫痪又是下班时间 志工还是想尽办法赶过来 连当天洗剩的志工黄敬兴 也赶来尽一份力 当水扫出去 倒在地上的椅子 也先用积水冲掉泥巴 住在附近的家长和学校董事 也赶来帮忙 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半 36名志工协助清理了 十一间教室和走廊 校方接手后续清洁 可以说是省了一半事 让学生尽早恢复上课 大新闻真善美志工 余秀娟 周昌俊 林毅宁 马来西亚报道 粘题报道尽头要来到澎湖 澎湖群岛是将近90个岛屿所组成 其中有人居住的岛屿有19座 有一些偏乡没有诊所 医疗资源缺乏 所以民众需要就医的时候 困难重重 而就算生活在澎湖本岛 行动不便的伤病患 也有求医的困扰 幸好慈济人医会定期举办 一诊王诊 守护澎湖乡亲的健康 这位95岁高龄的阿公 罹患心脏病 顺脏病和高血压 年迈病痛的他 独居澎湖乡下 他回想起心肌梗塞当时 余悸有存 阿公身体不适 独自就医很麻烦 事实上光是澎湖湖西乡的老年人口比率 就超过17% 换句话说 2700多名老人家需要医疗服务 医疗在设备上面 他们就不像台湾那么多大的医院 所以不太有愿意 不太有那些医师真正说的免疫或是这些 他们也不是很愿意过来这地方 有感于澎湖医师实在不足 于是家住台北的肖医师 这16年来 他每周一到周四留在澎湖看诊 休假在搭机返台和家人团聚 我刚来的时候医疗确实骨科患 确实很需要 因为老年人只有疼痛 也没有无法解除 宁可奔波于台蓬两地 肖医师也舍不得澎湖乡亲被病痛折磨 证炎法师讲一句很好的话 趁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 快去做善事 我跟慈激师师姐一起过来 你好 现在比以前更好了 真的比以前好多了 蔡先生的双脚一度细菌感染 肿上成大象腿的模样 生死攸关医疗把关 现在好像还有黑黑的皮肤 但是已经都干燥的 没有发炎的现象 指头痛看看好不好 照顾他不止医疗工作 也是要心理上的 如果要去医院 都要交救车才可以了 仁医会志工不请自来 不论西医还是中医 帮助别人有志一同 咱们这里相对失去 是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地方 就是像这种比较乡下的地方 你能够亲身去他们的家里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他们的生活环境 来 我看你出去一次 水分比较不高 这里稍微有发炎 我今晚会去中药给你试试 给为了各位用 林先生想说话时 得靠太太压住自己的气切孔 才发得出声音 我只两个相依为民 都是我大家在照顾的 什么事情让我苦 何事让我快乐 像这样子更大一大眼 上人开市 你们都一起看 对啊 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看 有差要不然以前都只会满烟 大家想说为什么是我 其实真的出来 就在看患者真的 跟患者到我诊所真的冲击很大 我诊所他们都很改善 对 不是我们这种健康的人 可以想象的 人医路病苦 人医从中学 林医师回到诊所 昔日医学院同学大多在台湾 他却选择根流澎湖 一诊时免费提供中药材给病患 独居老人很多他们心情难免会比较悯 那这个药带过去他们这样吃完 心情会比较疏压一些 澎湖群岛由近90个岛屿所组成 其中有人居住的岛屿19座 除了澎湖本岛的一室三乡 透过三座跨海大桥 形成一个共同生活圈 其他15座有人住的小岛 医疗资源极度不足 于是人医会定期到这些小岛一整 澎湖猎雨众多 人医会脚步不只踏在土地 还飘扬过海 花雨是澎湖最西边的岛屿 当地没有沉所 岛上一百多人得自行搭船就医 很不方便 但这个小岛没有被遗忘 所以今年的辉書 利民 大家好 岛辈还有望安 将军 花雨 这几个岛都有去过 跟茨池去医疹 我说接这个机会才有到里岛去 不然我非常忙 也是感谢实际能够让我 用这种机会 春风破浪的人医团 在蓝天白云下 为病患带来了生命的蓝天白云 花莲丝封闭国中 未处偏乡 学校的功能其实不仅教育学生 也是社区民众学习成长的地方 去年二月份开始 封闭国中针对社区高龄民众 开办了乐龄学堂 邀请各行各业专业人士来授课 中秋节之前 烘焙老师指导社区妈妈制作月饼 香喷喷的蛋黄酥新鲜出炉 迈向极佳 难以相信竟是出自一群社区妈妈的手 而她们都是第一次制作蛋黄酥 在烘焙老师的细心指导下 成品有模有样让人食指大动 这边都是初学的年长的 比较年长的一些妈妈们 当然课程就不可能安排太深度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以简单的 然后比较容易上手的东西来做 这里是封闭国中的家政教室 去年开始开办乐龄学堂 学员平均年龄55岁 刚开始只有五六个人参加 到现在每回都有超过20位成员 即将开办的三个分班 封闭国中都将和慈激志工合作 希望能增加居民的互动 提升社区情感 有点困难度 不过还是可以慢慢学 可以跟很多社区的妈妈们 一起共同学习很开心 大家一起上课的感觉怎么样 很愉快 为什么 不会的 我的吃饭 校园的上课时间 同学们正在课堂上 和老师积极讨论 气氛热络 而乐龄学堂的教室里 也是热闹滚滚 不同年纪 不同课程 同样乐在学习 精进成长 大约新闻黄文旗 郑盛明华联报导 慈激大学捐赠了250张 旧式客桌椅到凤林火车站 凤林站长带领工作人员 耗时三个月一起改造客桌椅 整个车站现在增添客家复古氛围 等车好舒适 凤林车站的月台边 飘来浓浓的客家复古风 一张张旧式客桌椅 民众坐了直呼好舒适 我觉得之前的椅子不好坐 换成这种比较舒服 对 怎么说个舒服法 够大 不会很小 因为木头的 然后又不会热 如果平常那个车站的椅子塑脚 晒了会热 考虑到要给长者舒适的后车时光 那些原本要被淘汰的客桌椅 车站工作人员耗时三个月后 改造完成 焕然一新 这些木头椅子是由慈激大学捐赠的 为了延续雾命 就与凤林车站结下姻缘 东西放久了 你不使用 也是会坏掉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 能够转捐赠给需要的单位 凤林镇还素有校长梦工厂之称 这些客桌椅 十足反映出凤林孕育教育界人才的特色 更成为铁道名另一个必追景点 大家新闻 杨爱婷 刘洪志 中江波 花铃报导 明天晚间八点大爱剧场将推出新信 《超完美任务》 故事主题是造写干细胞捐赠 希望让观众们了解这项 无损己身的救人任务 感恩您的收看 祝福丁晚安 再会